群歌 寗雪 作词 寗雪 作词 寗雪 天苍苍 也未央 时间风又亡 荒眼光 孤望尽来 忍着未亡 多少痛 多少伤 多少好情在祭荡 生又怎样 死又怎样 英雄 唯一不必再彷徨 看西湖的波浪 有千长江水茫茫 日生日落 常人潮涨 有太多故事 也这样荡气会长 你看西湖的波浪 有千长江水茫茫 上下五千年 雄魂浩荡 谁能说天花好儿女 不是庞宗王 你看西湖的波浪 有千长江水茫茫 日生日落 潮退潮涨 有太多故事 也这样荡气会长 你看西湖的波浪 有千长江水茫茫 上下五千年 雄魂浩荡 谁能说中华好儿女 不是庞宗王 不庞宗王 你们两个人都想娶我做老婆 正是此意 怎么会是你们两个人的老婆呢 那你们俩谁大呀 我大 我属鼠 我属猫 可我属狼 你们这一猫一鼠 就不怕我这个狼吗 不怕 不怕 见过别人娶媳妇吗 见过 吹喇吧 踩大叫 喜大哟 好了好了好了 西娘子身上该穿什么 明白 行吧 这两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 娶我 我说过了 我是一匹狼 这个好 这是我的 这个也好 这是我的 别强了 这儿还有一条 我的 这是我的 我的 喂 钱 没钱 没钱 没钱给我放 放 小壁虎 你俩东西都买回来了 小壁虎 你看看 小壁虎 人 人 跑了 跑了 对 快追 你是怎么知道是我杀了唐四指 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窦开元的人是谁 是我 在这个世界上最能让人上当的人是谁 是唐四指 那在这个世界上谁是最希望你上当的人的 窦开元 那你现在该明白了吧 我为什么会知道是你杀了唐四指 你认为只有杀了唐四指 才能断了窦开元制造假金头来骗你的念头 你才能逼着窦开元去找到金头埋藏之地的那下半句秘密 真不愧是最聪明的江南才子徐放荤 我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无法避开你的眼睛 正因为你在千方百计地避开我 所以你才无法真正避开 错的是你 我以我死去母亲的名义向你发誓 我绝对没有杀唐四指 怎么说 你是真的没有做这件事了 当然没有 如果真的不是你做的话 那你就太蠢了 此话怎讲 这已经说明 有一个比你更厉害 更贪婪的人 开始向你挑战了 你是说 在我身后 还站着一个人 不是站着 是躺着 躺着 这个人之所以躺着 是因为他想告诉你 死人都敢是躺着的 休息会儿 累死我了 找个老婆可真累人哪 真累 我就不明白 我们干什么 要找一个累人的老婆呀 对呀 我是索九眠 你真以为娶小壁虎为妻是你的福分 你不愿这么想的吗 你要是觉得娶这个小壁虎不是福分 你干嘛梦里面梦她三十回呀 我告诉你啊 我和小壁虎不太熟的时候 我一眼就看上她了 你说她怎么那么漂亮啊 尤其是那双眼睛看你一眼 是啊 只要她能正眼的看我一眼 我就觉得我这心里麻麻的 长得好还不算 我尤其喜欢她那双脚 哎呀那双脚办起事来那是刷刷刷刷 就是啊她那双脚没见过 她那双大脚走起路来像风似的 哎呀那脸好脚好我还不认为是好 我更看上她那双手 哎呀那纤细的小手往怀里一伸 那手指上就没空过 夹回来的不是钱包就是银元 还有一回夹回来一把手枪 那可是好手枪啊 那双手真是金字做的 我要是能取这么一双手为妻 不不不不 我要是能取长这么一双手的小壁虎为妻 那真是我的福分啊 如果锅里没米了 我说去偷米去 她二话不说前脚出门 我就把火给烧上 这锅一烧热 这白花花的米就偷回来了 想想这是什么日子 真是神仙一样啊 何天涛 你就别再装了 你根本就不叫白玉霄 你是京城的官捕头 你说什么呀 你就是官捕头 你说什么 我是京城的官什么韬 你不要再装了 看 看清楚了吧 不清楚 官捕头 连自己的脚印也认不出来了吗 这双脚印是你蒙着脸闯住豆腐 拿剑架在豆老爷的脖子上留下的 而那双脚印是你做了仙鹰小姐的保镖化名白玉霄之后 留在府上的 那也不能说明我就是官天涛 孩子应 还写什么呀 现在当务之急是快去豆开原府上把白玉霄给找回来 嗯 这找人不贴告示怎么找啊 嗯 对对对 要我看呢 根本就不用找 为什么 你师父这会儿啊 说不定在哪儿睡大觉呢 睡大觉 你说我师父睡大觉吗 不对吗 你要不信啊 等见到你师父的时候 你去问一问他我说的对不对 好了好了别说了 你们呀都给我带上家伙 去豆开原府上照白 徐少爷 歇云 你要大家带上什么家伙 你别开玩笑了 白玉霄不见了 你们带上家伙去了 那我干什么呀 看清楚了吗 你还认得这张刑部衙门的招公纸吗 关天涛招公武 与手印为证 拿下去 两个手印一模一样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既然我就是关天涛 你们该听说过 我万劫不死 没有人能杀得了我 不会吧 此时我只要手指这么一抠 你就没命了 据我所知能拿鱼钩杀人的 只有豆开原 我知道你不怕死 可是我豆开原也不怕死 两个不怕死的人碰到了一起 死的就是另一个人 谁啊 看热闹的人 你说我们两个相斗 会有谁在旁边看热闹呢 真正杀苏王爷的那个人 嗯 那这么说 你已查明 杀王爷的那个人不是我 我一直以为是你杀的 直到刚才我还这么认为 可是现在我改变看法 你根本杀不了 为什么 那就是因为你爬下绳梯的时候被我发现 你的屁股实在太大了 屁股大不大跟杀人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屁股大的人 绝对是跑不快的人 就跟猪啊牛啊跑不快是一个道理 既然是跑不快的人 怎么敢闯入戒备森严的苏王府杀人 如果这是你当年做捕头的本钱 那你真是徒有虚名 如此说来是我错了 你真是那个凶手 当然不是 你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证明 我杀了肃王爷 可是我也知道 现在有人用鱼钩来陷害我 把杀王爷的罪名夹在我的头上 我们把话挑明了吧 我斗开元 这人之所以没有杀你 就是想利用你来调查苏王府血案的真相 我关天涛成了你的祖子 可是你辜负了我 你不但没有查出真凶 反而认定我是凶手 你太让我失望了 这么说来我是被自己的无能给害了 因为我太无能无法查出苏王府血案的真凶 让你很生气 所以你要杀我 明白就好 不过我还是想给你一个机会 我对机会向来很看重 嗯 那你帮我杀一个人 杀谁 嗯 徐放鹤 徐放鹤 有意思 为什么杀他 因为他要杀我 他为什么要杀你 他只有把我杀了才能得到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 得到那十八颗金头的机会 我有预感 金头找到的时候 落地的人头 也有十八颗 不对 该有八十颗吧 啊 好 多谢徐少爷救我一命 不 是你救了我 此话怎讲 我的易容术再高明 也逃不过你的眼睛 我把那张刑部衙门的招供书 递给你的时候 你就已经看出 我就是徐放鹤了 何意见得 我发现 你的眼睛在我的鞋子上停留了一下 这也许正是我的大义之处 能够让我露出破绽的地方 就是这双鞋 我的鞋上 绣着一只白鹤 别要圈子了 徐先生这双鞋 也正是你的用心所在 你想借鞋告诉我 你准备救我 要我做好准备 不是吗 你太小看你自己了 我一直把你当成是白玉霄 而万万没想到 你就是我要找的 关天涛 不对 从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 你就已经知道我是关天涛 是吗 怎么会呢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事吗 你对我说了很多话 很多不该对陌生人说的话 是因为那时候 我已经把你当成我的朋友了 可据我所知 你是不把角色院里的任何事 告诉给人的 那是因为 你不仅没有把我关天涛当做朋友 更没有把我当成活人 是 关天涛 我徐放色的聪明 无人可及 从现在开始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秘密了 我想 那么从现在开始 我们可以正式联手 办那件大事了 什么大事 什么大事 十八颗金头 这就是你们说的大事 这件事在我眼里 其实不算什么 怎么说 管先生 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吗 说对了 我要办的大事有三件 第一件 我要找出证据 证明血洗素王府的真凶 是你 徐放鹤 第二 我要找出证据 证明 把唐四纸活活在油锅里尖死的人 是你 斗天一 第三 这是我和徐公子的私事 我有一件 让你很愉快的事要告诉我 好 我们在湖心亭见 好 哥九爷 你走了那么长的路 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好吗 没事的 来 好 哥九爷 喝口水吧 哥九爷你已经听过好几回雷了 但是什么也没有听到啊 这样下去 您就会累倒的 李爷爷当年就是这样 走啊走 今天是这座山 明天是那座山 有时候走了一年两年三年 什么也找不到也是有的 那你是说 走上三年也不一定能找到你想找到的那座古墓是吗 哎 九爷已经有预感了 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有收获的 走 走 来来来 快快快 坐坐 坐坐 我这样吵你的 坐坐 不 我这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这个你说啊 你追过女人吗 追女人 我是说啊 就是向女人求 求 这怎么说来的 求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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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过 太好了 那你告诉我 这个你们洋人 向女人求爱的时候 是不是跟我们不一样啊 对对对 你说说啊 中国人和洋人求爱的方式 不会不同吧 不同不同 这牛和马 他求爱的时候 还不一样呢 这公牛向母牛求爱的时候 它尾巴是撅着的 这个公马向母马求爱的时候 它是咬这个母马的 所以你们洋人向女人求爱的时候 肯定跟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的 对对 那么社长他求爱了 还有我 二位社长都求爱了 其实我们洋人求爱的方式很简单 只要 男人爱上了一个女士 他就买一束鲜花 献给自己心爱的人 那位女士接过鲜花 那他就会明白 那位男人 他是爱上他了 这有道理 不对 这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 送一束鲜花 就换回一个黄花大闺女 世上哪有这等好事啊 不对 当然了 送花还是要有礼节的 还有礼节 送花给心爱的姑娘的时候 那男士要单腿下跪 就是这样 下跪 单腿下跪 是个不行 是个不行 我告诉你啊 我们中国男人 是从来不给中国女人下跪的 除非这个女人是太后老佛爷 那怎么 你这要下跪啊 只怕跪得不像啊 说实话 你这要下跪 我真的要下跪 你别忘了 男人心下有黄金 什么黄金啊 这女人比黄金更值钱 真的 真的 你不后悔 我不后悔 是不是这样 你看 我坐的 对吗 是不是这样 这样 你看 你看我了 你看看我了 看看 这个 前阵在前 后阵在后 就怎么样 你干嘛要练下跪啊 你干嘛要练下跪啊 我当然要练下跪了 因为我要向小壁虎求爱啊 那我也想小壁虎求爱啊 小壁虎 你教教我怎么单腿下跪啊 你看看我啊 怎么样 我找你有点事啊 你坐着你坐着 这个锁酒棉不下话 他夺人之爱啊 你就是小壁虎 你就是小壁虎啊 亲爱的小壁虎 我有多么的爱你呀 你就是我心中的女神 我的小壁虎 你那双明亮的眼镜就像天上的星星炸呀炸 哦小壁虎 你那千细的手指就像一把剪刀 不两把剪刀 小壁虎 我是多么的爱你啊 我要是得不到你的爱 我就会在这儿扑起来 说得好 说得正好 是吧 啊小壁虎 我亲爱的女人 自从我见到你 比女神还美丽 不许你说女神 女神那两个字是属于我的 哎呀 女神这两个字你买下啦 我当然买下啦 你 你买得起吗 啊 你嫌我没钱 你嫌我没钱 我告诉你 我把整个侦探社卖了 我也要把那两个字买下来 哎 我也告诉你 我锁酒棉副社长 就是把自己给卖喽 也要把这两个字给买下来 哎 哎 我这两个字我是买定了 我也买定了 我买定了 我买定了 我要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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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买了 你们两位可以决斗 一 二 三 四 五 停 转身 开始决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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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等等 你等一下 干什么 哎 哎 我再问你一遍 你们洋人为真个女人 就是这么玩命的 这不叫玩命 叫决斗 哎 反正都一样 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对吧 我锁酒棉要杀了大水泡 我得吃官司嘛 按我们洋人的规矩 两个男人决斗 活着的就是胜者 死了就是败者 谁也不会吃官司 嗯 那这么说 死败死啊 败死 哎 好 你废话少说 你送死了嘛 嗨 我一动手你就死定了 我要一动手你也死定了 嘿 给你先死 你先死 快来送死 你送死吧 命 哎 哎 还能活多久 我的命比你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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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 玩吧 我走了 我只要轻轻的动手 你就没命了 可是我的手比你快 要不 你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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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求求你 把小屁股让给我吧 我求求你 把小屁股让给我吧 它是我的 它是我的 是我的 是我的 我的 你 死吧 你没命呢 你死吧 哈哈哈哈 啊 小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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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小屁股 我爱你 我爱你啊 小鼻虎我爱你 我们俩可以决斗 决斗来吧 来呀 你打不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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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爱你 我爱你 小鼻虎我 我要爱你 我爱你 你还敢 你还敢来吗 我要杀你 我被刺死了你 我非刺死你不可 我还有事啊 先走了 你们慢慢玩 我明白怎么回事了 我也明白了 你 你自罪了 你罪了 我没罪 苏小鼻 我告诉你 不仅生死 不仅兄弟亲啊 经过此啊 我们俩这么一场 生死的决斗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你和我 我们俩应该 合取一个老婆 对 合取一个老婆 咱们要早知道 这个道理 就用不着决斗了 我和你说下话 我告诉你 这兄弟俩再好 也不能合取一个老婆 对 我明白的道理 是这样的 在这个世界上 夫妻也好 朋友也好 靠的全是一个缘分 这小鼻虎和你我 都没缘分 没缘分 没缘分 咱们都打错了 举他为妻的算盘了 小鼻虎这个女人 他宁肯爱一只猴子 他也不爱你这大水包 和我索酒棉 索酒棉 有道理 我们连一只猴子都不如啊 对 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中今以后啊 你我要好好经营这个仙滩社 赚好多好多的钱 对吧 然后出好大的名 对吧 我再替你找一个漂亮的老婆 你同意了 同意了 你是要那个胖的 还是要瘦的 要哪个 不理我 我自己喝 我知道 你让我到这儿见 是因为你已经明白 我要告诉你的事 对你来说非同寻查 这儿很近 除了湖水 没有任何人 可是 湖里还有鱼 鱼儿对人间的儿女之情 不感兴趣 这么说 你已经知道 我要告诉你的 是儿女之事了 关天涛 我看了出来 你很为难 为难 如果我为难的话 还会见你吗 那你为什么还不说呢 我再等一件东西 等什么 等一片云 等云干什么 等云来了 替我遮住月亮 云遮住了月亮 就是一片黑暗了 你要告诉我的话 只能在黑暗中说吗 我不想看到 你听了我的话号露出的表情 那我看出来了 是你在害怕这件事 没错 在这个世上 唯一能让我害怕的 只有这件事 你现在可以说呢 你先告诉我 一个女人对你说 她要嫁给你 你答应吗 这要看是什么样的女人 贤云小姐 为什么不说话 你要告诉我的话 就这么一句吗 是的 贤云小姐让你告诉我 她要成为我的妻子 是吗 是的 为什么叹气 我本以为贤云小姐 让你带给我的话里 就有一个恨子 她为什么恨你 现在她虽然没有恨我 可我能感觉到 离她恨我的日子 已经不远了 因为你杀了她全家 你是不是认定 制造苏王府续案的人 如果不是窦开元的话 那么 就是我续放鹤了 对吗 苏王府续案发生当天 你和窦开元都在京城 你和他一样 都是案子的遗犯 可据我所知 你至今还没有任何理由 可以认定 面杀苏王府的人 不是都开元 看看这个 鱼公 吃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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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饭了 吃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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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想不许想不许想 就这么一盘面 一抢全没了 我们现在按着座位捞面 坐下 波尔 你先来 我 我 摇毛鬼子 你笨死了 换下一个 我师父怎么还没有来 就是啊 那个 他把我和小巴哥救出来 到现在还没露面呢 他呀 一定找地方去喝酒去了 你不用担心啊 他跟我说过 他呀 最小就是个酒鬼 他师父去哪了 只有我知道 你们那就放心吧 他愣着干嘛 快吃面啊 该谁了 对 对啊小姐 该你了 该我了 该我了 你怎么会有这个鱼垢 这只鱼垢 就是大水泡和索酒棉 在宿王府里长大的 也就是你希望 通过我的手 交给仙云小姐的鱼垢 可仙云小姐和小庇护 已经告诉过我 这只鱼垢 已被仙云 扔下了万丈深渊 也许你忽略了 巧大数 你是说巧大数 又把鱼垢 从深渊里捡回来了吗 正是如此 这只鱼垢 想说明什么呢 这只鱼垢 并不是斗开源的 你怎么知道 是唐四纸 唐四纸 你是说 这只鱼垢 是唐四纸仿造的 我在唐四纸的作坊里 见到了另一只 打肺的鱼垢 就是这只 你是说 是我徐放鹤 让唐四纸打造了鱼垢 看来你不想承认 你的话 让我理出头绪了 你是说 我徐放鹤杀了 肃王爷一家以后 为了转嫁罪名 给斗开源 于是 就找到了制造宴品的 天下第一高手 唐四纸 让他为我打造了一只 豆开源使用的鱼垢 然后派人 赶到了京城 暗中将鱼垢 扎在了肃王府客厅的梁上 然后 再雇佣索九棉和大水炮二人 赶到京城 把鱼垢找到 以此 作为斗开源 灭杀肃王府的证据 你是这么认为的吧 你说的没有错 一般人会这么想 可我不同 我想什么 你永远猜不到 不 我已经猜到了 你已经把我 排除在杀人一犯之外了 何以解得 因为 如果你确定 我真的是血系 肃王府的人的话 那么 站在我面前的 不会是你 而是仙云 举着刀的仙云 为什么会是仙云 你会让仙云 亲手杀了我 可他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可是你知道 我徐方赫 在对任何人出手的时候 都可以不眨一眼 但对于仙云 我绝不还手 是啊 可也许 我并不这么想 不 你想了 因为你知道 我深深地爱着仙云 我不怕为他而死 哪怕死在他的刀下 够了 许放鹤 如果你还想分得 十八颗金头的话 现在只有一种选择 什么选择 杀了关天涛 你以为关天涛还活着吗 杀了他 他已经死了 他没死 就站在你身边 他在我心里 已经死了 你这个臭猴 快把我的鞋给我放下来 你说你拿谁的鞋不好 别拿我的鞋 来来来来 给我放下来 快给我放下来 下来 快给我放下来 下来 你让他让他搞好把 我的鞋给我放下来 下来 乔大叔 那鞋多臭啊 还不蒸下来 谁说我的鞋子臭啊 你闻闻啊 抽不抽 关天涛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你说 你明明是关天涛 为什么告诉我是白玉霄 白玉霄是我第二个名字 我没问你有几个名字 我是问你 为什么要骗我 你来这里干什么 来这儿干什么 我来这儿 是来给一个人 看一样东西的 这人是谁 我也不知道是谁啊 反正啊 你们看了以后 硬了谁就是谁 这人是谁啊 长着巴掌脸 人不人鬼不鬼的 东天液 你的脸怎么发青了 是不是觉得这画上的女人跟你有点像啊 说 这画是谁画的 我的意思是说 谁黑 就黑谁 谁黑 就黑谁 我想着 我来 给你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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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 我来 你去哪 你去哪 我来 你去哪 你去哪 我来 你去哪 我去哪 你去哪 隔旧开园都是在找隔旧爷 不错 大家心里明白 找不到隔旧爷的话 就意味着永远不会知道十八个金头到底在哪 月月 来 过来 来 隔旧爷 什么事 看看 你看得出隔旧爷画的这幅图吗 我一直在等待着冥冥之中的相会 我一直在寻找着生命中那朵玫瑰 终于让我遇见你 值得有一声吹碎 终于让我遇见你 才懂得相逢相知的珍贵 多珍贵 给我一个绝对 换你一份完美 长长的路 依依我来陪 就算天归灰 窗外雪纷飞 我们的世界一片清脆 给我一个绝对 换你一份完美 四月 长长的路 仅其余为 不会太迷惑 不会太伤悲 我要收集全世界的快乐 把你每个梦点缀 我一直在等待着 冥冥之中的相会 我一直在寻找着 生命中那朵玫瑰 终于让我遇见你 值得有一生吹碎 终于让我遇见你 才懂得相逢相知的珍贵 多珍贵 给我一个戒队 换你一份完美 长长的路一定我来回 尽算天会会 窗外需纷飞 我们的世界一片清脆 给我一个戒队 换你一份完美 长长的路紧紧一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学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